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到一些香港发生的事件 或者一些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 其实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能够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 政府、机构、某人某事 对某些事物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问题的根源 以及问题的来龙去密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案 以及建议我们每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特首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怎么处理那件事呢 香港出路经常认为 其实很多问题要解决都很清楚利落 其实如果我能够跟随一个四步曲的 就最有效的了 比如第一 我们要了解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不要经常讨论问题的现象 就说不到那个中心在哪里 第二 就了解了知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就会说 为什么出现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出现呢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起因 我们找个解决方案的方向 也会很容易的 最终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香港人 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呢 令到香港更加好了 好了 今天就年年初三啦 要先买个年 我先说 好啊 最实际的 要恭喜发财 是的 要何周兆祥现在说发财 是的 是的 恭喜听众 网友 大家发财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还有看东西看得通 这是我们台的宗旨 应该是 好啊 谢谢你 恭喜各位身体健康之外 就是发财 也重要 但是就是 容易很容易 发财 好过 扑老命 才能找到回来那种 香港很多 香港很多人 是 资钱越赚越多 是很简单 在家里在电脑 就有 香港很多这些人 我们也认识很多这些人 挺好的事 当然了 身体健康 还有心上事成 其实什么都包括了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其实都 有少少 跟那个 新言都有些关系 新年 当然 做好事 做好事 又排一下历史 那 那些慈善团体 通常 这一个是旺季 对吗 对啊 那些人就钱多在身 是吧 要你做好事 就是所谓 香港人经常说 唯善追落 对啊 其实香港人都 就是 说捐献 捐款 全球都怕 这些都数一数二 都落算好事 一向都是说 香港人捐款是很多的 香港有公一金百万行 马会 保良局 东环三远 其实它都满然 有些很大型的 筹款活动 也有些外国人士 香港的轎车比赛 麦里浩径 那些 长袍步行 最近听说 地铁 青马大轎步行 都有的 可能比较上 最近听到 在传媒有大家争议些 就是说 譬如我们香港 很多的大财团 捐些钱 其中一个 就是好像李嘉诚先生 好像捐了几十亿 五十多亿 香港医学院 五十多亿 香港医学院 好像十多亿 另外 又 刚刚又 去了英国 捐了给 一个 应该是 劍桥大学 一个 癌症 癌症中心 捐了一亿多磅 十多亿 你看看 香港人在这方面 其实是做很多 做善事 很乐意做 你说做了善事 之后 把大学医学院的名字 改了自己的名字 那是否正确呢 这个是我们 不是在这方面 积极讨论这个问题 最重要 其实这种做法 是很普遍的 因为我最近 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位大学教授 他经常在大陆 做一些 辞职的活动 主要 把香港的钱 拿去大陆 捐助给那些学校 来兴建校舍 原来 你只是用五十万港元 那你就可以 在中国大陆 建一间学校 这个学校 以你为名 他自己的儿子 他有些有钱点的朋友 捐助五十万 他用他儿子的名字 这些用自己的名字 来到企校舍 是很普遍的 那当然 那为什么 那么多人 要做善事呢 那其实一般 有一种想法 就是做得好事 就有好报 是吧 那做慈善 是一种积幅 是一个中国人 一向的观念 或者 有些人 化财 挡灾 亦都因为香港慈善的人很多 那经常很多时候 吸引好些人 就会利用香港人 这方面的善心 来到 假扮做黑衣 假扮和尚 亦听闻 他们的收入都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 香港 做慈善的人 是上上下下 就是很多人 都会肯做的 好了 那 那我们今天 就想想想想 其实呢 我们的时事活动 香港做了很多 其实世界各地 很多人都不断地做的 但是呢 做慈善的 最后的效果是怎样呢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 很多 你可能是 心是好的 你的原意是好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做出来的结果 是未必一定 不是只是说钱方面 那方面 其实我们很多熱心人士 为那些低下层的人士 或者是需要 就是 帮助的人 做很多事情的 那我们最近 也是未好像 是未 那些 最近未好像 那个大台大大大大 JIM 大大大師デュants 大大学的高聂教会 做一个团体呢 是专用的 为了低下层的人士 贊 Ill Group 那我们所知道的 全会都有报道的 的 譬如APM方面 那方面 那最近有 有听到 迪士尼乐园 那就发生了几件事情 那 接着呢 gressive 同时呢 在迪士尼那夜 弹士尼 因為那班大學生反對無量企業的大行動 他施壓給迪士尼說國內的代工生產商剝削工人長時間工作 結果迪士尼終止與這間工廠的合約 那幾百人在深圳抗議這班學生 吃飽飯等什麼 他們是建功計的 所以他們會很薄 其實這些情況在六七十年代 譬如我姐姐他們做毛衫 他們都是建功計的 他們都很薄的 他們多勞多得 他們有什麼問題 他們說你們這些大學生 當然是 你讀得大學 有些家境 當然是 你們不用理會那些貧窮人 我就沒有了一個飯碗 因為你這樣抗議 他們就是這樣 你看看整件事的過程 你都可以想到 香港很多熱心的大學師生 想為香港做一些事情 即是為一班基層市民 他們發現這些工廠的運作 其實是一個很勞逆性的工作環境 他們就很順理成章 他們會請他們的機構 例如像迪士尼那樣 向他們示威抗議 因為迪士尼本身是有些準則的 即是自己公司都有這方面的規定 即是我要請這些公司 這些公司就不可以 有些剝削性的行為 不可以有同工之類 其實很多美國大財團 都了解這個問題 好了 如果你是迪士尼的人 即是你當你是當事的人 有一班學生 就向你提出這個問題 指申這個問題 那你會怎樣做呢 即是你自然都是這樣 中市國家合約 即是去到那間公司看看 迪士尼你不行 你沒有根據我們那個要求 去請的工人 以及工作環境 你沒有遵守到 那我就會再跟你說 如果你再不搞 你不再弄好一點 我們會終止我們合約 我們會找另一間 好了 如果你是那間公司的老闆 那你會怎樣做呢 即是你覺得 我就發生意都沒有了 那就算了 那就不做了 結果那間公司 就收拾了一顆 收拾了一顆之後 收拾了一顆之後 那些工人就沒有工作 就走出這個最後的現象 其實背後有沒有壞人在呢 其實個個個都是好人 是不是 個個都想做好事 即是很多時候 出發點是好的時候 做了些事 但是得不到的效果 自己都很後悔 即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香港 就比較上來講 是比較現實很多 就是大部分人 都是用金錢去報私 即是我捐些錢出去 我就想找你 可以了 支持你這些 但是 我以自己本身的經驗 以及很多宗教上的 各種所謂聖人 以及很有道德標準的人 他們不只是給了錢 就算是這麼簡單 即是很多時候 佛教叫做 語言的報師 善言的報師 你鼓勵人家的報師 你 即是 將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很簡單地幫人做 都是一種報師來的 譬如好像很簡單 譬如好像 我剛剛今早 站在巴士上 我是 就在巴士的鐘旁 我見到一個 老夫人 她很辛苦想 去按那個鐘 我幫她按了 這個都是報師來的 Doktor 先前你剛才講迪士尼 其實還有一單 即是 即是 接著沒多久 就另外一間 好像APM 那情況是怎樣 那個潮人商場 APM 在自己一個星期 有一個星期日 一班關注基層的大專生 去APM抗議 拉了Banner 說是剝削那些清潔工人 譬如不准坐 就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不可以坐 吃飯 不可以在他們的Food Court 即是 那個是City Super搞的 即是 投了來做 就不可以 就要去其他地方吃 還有制服錢 要自己給 阿莫sr 向西龍基地產抗議 但近來我就 跟某某的西龍基 極高層的 見到面 然後問一下 即是他就很憤怒 他說這班大學生 你們不了解那個問題 即是他們給的錢 絕對不低 但他們是外判了出去的 還有呢 他們是跟一些社福機構 是合作的 即是社福機構跟他們說 你們應該 你們可不可以請一些 相見人士啊 那些 譬如 或者有精神上的 精神 精神康復者啊 或者有少少殘障 那些 那些 但是呢 我收到的資料 就是 他們會 跟這家公司 終止合約 即是炒了這班 他們還會再給高些人工 請一班 他們初期給什麼人工 你說他們不錯 是什麼人工呢 應該 應該都有 應該有成的 他們外判的大約 都應該有六千多至七千元 六七千元 是的 其實他們的生活都不錯 是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做過生意的話 那你也要行政成本 又成啊 這樣 那可能真正下去 是會少了 但是 他也是做生意 但是他也都 因為那班 也是有相見的人士 還有一些 精神病 精神病康復者 如果你出來做事 很多人都不會聘請你 那他就提供了這些 工作機會 但是很可惜 現在這樣被人抗議的話 他沒有辦法了 他必須要去 就是 跟這家公司 終止合約 你認為他是無良的 終止合約 那他就依足了 還要比市場價更高 我聽到是八千多元 但是他們要聘請一些年輕力壯 是 是符合這個要求的 企十二個小時 因為你很難 這些新的商場 如果你每個人都坐在那裡 你不配合他的商場的形象 就是穿清潔工人的制服 是的 而且他是要無時無刻不清潔的 即是你去完洗手間 他已經立刻清潔了 是的 那麼 很可惜這樣 會有一班 可能他可以自力更生 不需要拿很多傷殘津貼 這樣 亦都沒有了份工 那你可以說 你 我這樣抗議 你就這樣做 但是 如果 我想提醒一班 關注基層的大專生 你可不可以撤身處地 去回這一班勞動的人的角度去看看呢 還有 暫在 即是 你如果讓你去做一個管理階層 你又會 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又是 即是 北美那方面 這些路已經走過了 嗯 他們又怎樣的 我告訴你 你好像Walmart 你一進去 他出來接代你那個 就是 差不多是 弱智的 多數是弱智的 或者是很老的 那你去到 一間 漢堡包 尼索店 那他一定有一些員工是弱智的 那 他是告訴你 你不要說我不請他們 我們請他們的 你看看 他特意請他們 在最當下的地方 給你看 我們呢 這叫做 Tokenism 即是給人看的 就是 那時候 這樣的做法呢 是那時候 黑人 抗議說他們 受到 不平等的 歧視的時候呢 那些人呢 大公司有的時候 特意請了一些黑人秘書 坐正在門頭的 你說我不請黑人 這個不是黑人嗎 就是是給人看的 好了 如果你們是 這樣的搞法的時候 香港的大公司 就有樣子學樣 你要坐椅子嗎 那這位 坐著椅子 坐著輪椅 都可以給他做 那就請幾個 那他那些情況 是不是 他們是一種 Token 好像George說 譬如Walmar 在外國出名 他是工資低的 大推低 很多團體都經常針對他 有很多的 我早知道很多的記錄 團體的對象 都是經常說Walmar 這個問題 那George就看出了 可能那些人說 他是一個Token 那些人都知道 那些人都是一個做樣子 不是真正的 那樣子 但是現在那個 APM 現在那種這樣的做法 就 是不是好像不是這樣 他一定不是 他 在發展下去 他不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最起碼 他都提供到 一個工作機會 你試問一下 如果你家裡 有一個傷殘人士 有一個精神病康復者 有一個弱智的 你去工作 你去見一下工 大哥 別說見全人都這麼難 你怎麼去跟市場競爭呢 還有那個APM 是一個比較高級的商場 是嗎 就好像你去LV店 去做個售貨員 那樣 那你說就是 因為他都很少見到 他們坐下 人家是要求 你真的不可以坐在那裡 就是 你是Service的行業 我剛才講出那一點 就是 不過他會給你時間 他會給你時間 那個路線走過了 那時候也一樣是 有 炒光 炒光之後 這些人又有抗議 那他就是 為了保存他的形象 他就請了幾個 將來的所謂 你們剛才講的那間APM 他也可以這樣做 那你說 哎呀 你們很殘忍 你炒光了那些 可以做工的 你又不讓他做 那他為了保存他的形象 他又請了幾個 那大人 我不是說為APM辯護 但是 如果你說要給到好市價 那他也是做生意 那他就請幾個為市價 那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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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一些年輕力撞的 那很合理的 如果你 容許我講 我做生意 如果你要我請雙殘人士 那我沒有理由 給的人工 是等同於 是等同於 一個 健全 除非他有特殊的技能 你的特殊技能 你不是因為身體上的問題 但你清潔不是 清潔是講體能 那時候 中大有個接線生 就是這樣 他是盲的 他是中學的同學 他後來做了中大的接線生 就是盲的 他的工作做得很好 未領是正常人工 對 沒有問題 其實在香港政府的電台也是一樣 那麼多年來 他在那個折代室 那個折代室 好像是 視力不太好 他一直都在 那麼多年來 我看到他也是同一件事 同一個人在做 其實 說真的 大家都是想做好事 很多人都很心想做好事 但我們的處理手法 往往是拿不到我們的最終的目的 其實主要是哪處 為什麼呢 我經常說 我要了解背後 為什麼這麼多人 很多人都不看整件事 整件事 他會在表面去看 好了 其實你說香港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慈善 做全世界以一個國家來說 是有得數的 但在個人裏面 我們最近好像在外國都一直都聽到 有些很有錢的人 將他的身家大部分捐出來 不是大部分 是全部 剛剛上任美國財政部長 他將所有的身家都捐出來 你記不記得 63億港元 63億港元 對於他來說 很厲害 但他全捐出來 用回耶穌 耶穌幾十元之一 耶穌有個故事 不是稱讚一個寡婦 他說 你們捐得多 都不及得這個寡婦 這個寡婦 將他所有都丟掉 對 但我看不到中國社會 也會這樣 還有那個股神 德菲特 他是差不多把他所有 八成都捐出來 幾千億美金 有時候 我們也是 要從他的觀點 不是幾千億 幾千億港元 對不起 對他來說 有這麼多財富 很多人找他 剛才是一種負擔 我又說一個真實的故事 給各位聽 就是在溫哥華 有位醫生 醫生賺很多錢 可以買RSP的退稅 好了 年年 銀行行長 主席就找他 喂 你交這麼多稅 很不值 你不如投資這裏 投資那裏 他說 我又不夠錢 不要緊 我借給你 好了 那我借了一斤債 OK 背了一斤債 那 借錢給他做遲事 不不不不 借錢給他買RSP投資 那跟遲事沒有關係 哦 你跟稅收關係 主要是因為他收入高 還有錢多 就令他自己很不空 一到買RSP的期間 很多人找他 要借錢給他 退稅 用盡政府的免稅額 好了 那他收了這麼多錢 又是吃那些東西 又是看那些東西 又是看那些電影 還有那些兒子 一早就告訴他 老爸 我不做醫生 我做另一件事 還有北美 那些小孩子 很流行 我不要靠老爸 我要自己 做自己的事 因為你要靠老爸 要聽他的話 聽他的話 要這樣這樣這樣 我亦都很同意你 通常 也是外國才會有 有人問那位財政部長 你捐了 你不用留給子女兒 他說 我免得害了他 是啊 我苦沉舟 那他沒得依靠 然後才會拼命 真的會 真的會 而且還有一件事 他在北美 你不會餓死 又不需要行黑 那為何不讓他奮鬥一番 他好像我還沒跟袁議員說 我沒有 有個律師 他叫我社會圍捉 我說我沒有東西可以留下 我什麼都沒有 兩袖清真 最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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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生活多容易過 你不用想 你叫我投資 我沒有錢 不用麻煩 不用麻煩 不是一句沒有錢 沒有錢 他不會賺我的 我不會 我像其他醫生 連年都被人追到他瀟灑 其實他是投資公司的 accountant 你就是因為你要退稅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沒有錯 持善家之類的問題 在外國這些例子 有多少 標記也是 他成立一個很大的基金 專門是 看看什麼慈善可以做 但我所知道 很多錢 例如愛知病問題 癌症問題 很多人用在這些地方 還有一樣 在北美 好像香港一樣 很多人問你捐錢 好了 好了 也有對策 他問到的時候 我已經捐了給United Way 我今年的預算已經用完了 如果你要的時候 你就去問United Way 那時候 一句又可以封散了他們的要求 香港很多人想做的 例如賣期籌款 我在外國 我不覺得有這樣的情況 香港很多 一星期幾次 差不多每星期六周末 都有很多賣期籌款 我有一個朋友 一些賣期的人 一來問 他便問 你為什麼要幫他賣 他說不出的 就是他不賣 很多人說不出 他只是想做一些好事 他以為在做一些好事 有時候 籌多些錢 來處理愛知病問題 大家都知道 愛知病本身為何出現 是否用錢可以解決 大家很多時候都沒有理會 或者都沒有能力 理會得到 我記得有一次在電視節目 有一個介紹 有一個美國有位工廠老闆 他就好像 他有沒有提及 他有沒有子女 我不記得了 他跟著 他就在退休港的時候 就將他公司的股份 全部分給他的服務 他很當然的員工 全部成為他的股東 他們自己這兩老 是住在一個公寓那裡 他不是一間大樓大屋 兩個人是很恩愛地生活的 各一些也是比較上很寂健的生活 你在外國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據我所知 他們可能把大部分捐出去 自己留給小朋友 一般的做法都會這樣 跟香港人的慈善 中國人我所見到 通常他有很多 就是捐出一部分 這個也是有一個 另一個真實故事 就是在蘭菇佛 一間很老牌子的公司 叫做Woodward 他對員工是很好的 但因為他對員工太好的關係 就變成成本太高 突然變成不能夠競爭 不能夠競爭的時候 總之來說 他們要倒閉 倒閉那天 那些員工每個人都哭了 這個情況是 你作為一個 這麼好心的企業家 反而得不到好報 這個故事 告訴我什麼 我們覺得 我經常幫助那間公司 但都不行 他都拒絕了 沒辦法 這個情況 我相信 在香港也有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不知道 這方面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各位 在香港生活得久 一定見過 很多好的公司 他對待員工太好 他經營成本高了之後 不能夠跟其他那些 黑幫的公司競爭的時候 反而倒閉 不知他情況有沒有 有一篇 我記得是說 Frees那種材料 那間公司發明了 這種材料很耐用 很耐用 很耐用 但他就不去Payton 他認為這個科技 可以讓大家共享 結果 受到很多競爭 很多人抄襲他 這種科技的物料 結果他還是要靠一些人 這個節目 我們就解釋給你聽 我應該去支持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其實沒有獨佔 發明的物料 讓其他人去享用 大家可以看到 做慈善的事 或者我們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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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輪轉天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 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買多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叫做financial controller 他自己是一個哈佛畢業的人 我經常坐在他旁邊 看他怎樣做事 看他怎樣去找問題 我們當時 始終是一間小的私立學校 經常都是為經費 我們希望想辦法去籌錢 大家都看到一個情況 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人 就是感上天花的人很多 但雪中送炭是比較少 你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比如哈佛這間大學 耶魯或者香港大學 中大 他們很多時候 是很容易拿到基金 但反而那些小的學校 真真正正需要錢的學府 往往是很困難拿不到 我記得香港 有些慈善家都看到這些問題 故意把那筆慈善款項 給香港其他大學 中國人經常看到一件事 我們大家父母都是愛惜子女 很多時候 就會把自己的財富 很辛苦地儲了大筆 臨死給那些子女 而往往我們看到的情況 香港都經常發現 慘了 那群小朋友就會怎樣 移世組 一方面會移世組 難難女都會這樣 還有一件事 很多時候他們會欠家產 香港有很多宗 就算不說香港 大家知道 其實我自己都認識 家裡的親戚朋友 都遇到這些情況 其實我經常在想 作為一個父母 想想想想 要幫助小朋友 其實是有另一個途徑 不是把錢 越大得給他們 就越好 其實往往是 效果相反 使用他們更加不長進 中國人所謂 持無三代賦 大家都聽過 原來最近有一群分析, 他說這個問題在新加坡和台灣有點不同, 他說香港的環境, 持無三代富的情況出現得快 比新加坡和台灣的, 原來為什麼呢? 原因是, 他說在台灣和新加坡, 很多錢是做事業的, 做企業的, 例如做工廠, 做工廠很可能, 身份仔去接管的時候, 要經過一段訓練, 工廠可能已經上了軌道, 就不會突然之間很快消失, 他說持無三代富的問題, 在台灣和新加坡, 就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我有另一種看法, 其實作為父母, 希望身份仔會生活得更好, 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令到我們子女, 將來要生活的世界裡面變得好, 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將地球變得更好的時候, 將來我們的子女, 都是從此而得益的。 如果我們知道, 這個地球越來越多問題, 越來越和, 我們身份仔, 將來就要生活這些有問題的社會的時候, 為什麼呢? 我們不早一點, 將我們的財富, 不用很多, 用十分之一, 《舊約聖經》所強調, 十分之一的時候, 做一些事情, 為社會變得更好, 就不是將全副身家, 每一毫都給回它。 譬如, 我覺得, 如果你有一千萬剩下的, 我相信, 你的小朋友拿少一百萬, 對他來說, 不是很大分別的。 突然之間, 接收一大筆錢的時候, 你給少一百萬, 拿到九百萬, 而你自己作為父母, 因為通常, 能夠賺到這麼多錢的人, 他本身都不太差, 他能夠創業, 做到的事, 他比較有頭腦的人, 為什麼不用將他自己有頭腦的時間呢? 將他的錢好好的, 令社會更加好, 最後, 他的得益都是他的子女。 一般的香港父母, 尤其是上一輩, 他是捱世界捱出來的, 他覺得, 我的下一代, 不想像我們這樣, 經常都聽的, 十隻手指, 捱到掘了, 如果有的, 就不想下一代, 像自己這樣, 但他就以為這樣, 對下一代好, 即是說, 有好的物質生活, 就已經解決了一大部分問題, 簡單來說, 有錢就最好了, 就是這樣, 所以, 無論儲基金也好, 怎樣都好, 教育也好, 幾百萬, 讀一讀學位都好, 即是, 香港父母就是這樣, 即是, 加拿大有另一個, 另一個現象, 即是, 加拿大人, 就一向都被人的現象, 沒甚麼志氣的, 為甚麼呢? 因為, 那個社會太好了, 即是, 你不用怎樣做事, 做都沒用, 即是, 根本沒甚麼機會, 有一個實驗, 即是, 有一個實驗, 他將一些, 跳室呢, 放在一個, 一個瓶裏面, 那麼, 有很多, 全部都跳出來了, 那麼, 他就將那個瓶, 那個瓶蓋, 封了, 那麼, 那些跳室, 跳棘都跳不出來了, 那麼, 即是, 以後呢, 他們拿開了一個瓶蓋, 那個跳室都不跳出來的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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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這樣, 但是, 也有一部分, 加拿大人, 他們都是看穿了的, 譬如, 我自己本身就是, 就, 賺這麼多錢來做甚麼呢? 你是, 賺多些錢的時候, 要花多些, 那你, 如果是有才能的時候, 你是做一些, 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麼, 加拿大, 譬如, 好像我, 大時退休的時候, 他有900元, 加幣一個月給我而已, 夠了, 要來做甚麼呢? 哈哈, 夠洗夠食, 如果有病的時候, 有政府, 有醫生, 有藥比, 你越窮越好, 即是, 有一個病人, 他說, 醫生, 我西醫環, 我盲了, 這樣嗎? 那我就恭喜你了, 因為你, 一槍傷殘的時候, 大把信用了, 已經, 有屋住了, 政府有拍公司, 人家去服侍你, 出街又有車坐, 這樣嘛, 如果你這麼幸福的時候,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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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是有學識, 有才能的人, 那你又賺這麼多錢來做甚麼呢? 那你不如, 將自己的餘下的時間, 幫一下人, 教育自己的子女, 對呀, 即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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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着车到处去帮人做补习 怎样够你竞争 结果就是他们很成功 很多人也找到吃 结果还有每年百万行 他们不行 你们班人也行 结果就是很多人需要救济 因为他根本就是生活 新界都被他们搞祸 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以为在做好事的机构 结果做出来的结果 令到这个问题更加深化 更加严重 更加需要政府筹多钱 其实香港在社会福利的支出 是占政府最大 七百多亿 第二就是教育 第三才是医疗 医疗都接近四百多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了解了很多人 是不喜欢捐赠算款给大机构 我记得好几年前 有一位外籍人士寄了封信给我 原来是当时UNICEF 那个世界儿童基金会 就要他捐些钱 他说你捐多少钱呢 在非洲某些地方 那些十文仔 就有机会打疫苗注射 那就是他的动机 就可以帮助这些小朋友 那我这个外籍朋友 就回封送给他 做些事我很愿意的 不过我认识了一位朋友 他认为打这些疫苗注射 对那些生命的健康是不好的 那你可以给一些资料 我可以证实打针 是对十文仔的健康问题 是有益处的 那于是乎 UNICEF就找了一个 香港大学的某个儿科教授 就给了一些资料给他 给一些数据给他 就说 那我们五十年前 那我们开始 那个疾病率是某个水平 那接着我开始打针了 那疾病就一直死亡 一直一直跌了 那他就给了这篇图片 就给了这个朋友 那朋友就给了我 那问我怎么看 那我一看这个图片之后 我就说 这个图片 如果你看过全的图片 那问题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就是说 如果你将二三十年前开始打针 那那个死亡率一直跌 如果你将这个图片 再伸展回一百年前 那你再看回 未曾有打针之前 那些死亡率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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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現在有很多疫苗注射,由這些疫苗注射導致身體終身傷殘,結果會製造更多疾病的人 我又要回應你這句,用他們的邏輯,如果你認為要人們去捐錢打疫苗 那你為何不直接找一間疫苗公司跟他們談免費捐出來? 很貴很貴,叫你捐多些錢 那你就叫做愛知病的藥免費捐出來,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好像是便宜些賣出來的 他們有很多國家要求,很多國家根本無法負擔這些藥費 與其叫人捐多些錢來益藥廠,為何藥廠不將藥價減低? 其實這個增壓了很多國家都用這個方法 譬如我想知道最近有一個國家,好像越南有一個國家 他就說我們那些流感病毒的資料,我們不想給你,那個樣本不想給你 因為如果給你之後,其他藥廠就會將它製造一些疫苗,就要賣回很貴的賣回給他 那麼他要求的條件就是,如果你拿我們那些病人那些病毒來製造這些疫苗 你不可以用一個高價的賺錢方法,就收賣給我們 他當時有談這些條件,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也知道很多時候那些慈善機構是一個大企業,大事業 因為他們會打交道,不知為何 就和我拍拖頭,說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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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有點順利 不收錢 這樣嗎?我通常會怎樣說 我問你們有沒有薪金? 你們是不是出薪金? 好像給我幾萬元,你就叫我拍拖頭不要出錢 這些就是行政費 剛才我講中橋的現在一樣 就是這樣的 我們慈善的,不要跟我講錢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想辦法去bypass 我剛才所提的那位大學教授 他的機構就是這樣的 他就把錢直接去到那個學校 他那個地方是交給家長的 但要他簽紙的 這個是我們的學費 你一定直接是給父母 父母簽了紙之後 這筆錢是會給這個十元仔讀書用的 他就散卻中間的所謂行政費用 其實很多人都了解這個問題 因為慈善成為一個大的企業 很多人是靠做社工,做社會福利 做慈善來謀生的 好了,問題會出現哪裏呢? 如果很多人是要靠服務社會 救制人家謀生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這樣就救不住 很容易 很容易 他們會做很多事情 令到他們的需求繼續在 很多人是自己救不到自己的 於是要我們做多些慈善去幫他 所以我們經常說 慈善的活動是香港人做很多 全世界都很多人去做 但始終我們為何地球的問題 完全都沒有任何跡象呢? 是好像有些改善的跡象呢? 這個就說我們香港的健康大樓 希望我們看看背後 背後怎樣去做 真正的慈善應該怎樣 所以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署 有窮人銀行家之稱 那位孟加拉教授 他這個就真正解決了 不會令到那幫受助的人士 長期依賴他們 反而他們變回幫助其他人的人士 這樣才是解決問題 但現在很多慈善組織就不是 捐吧 即是解決了眼前那些 經常去救濟 就算無國界醫生都是 掛起了那幅圖片 在地鐵上掛起了廳桶 就去救 經常去救 捐多些錢 救救救 我真是想問 為何那麼多人要你救 為何呢? 為何你不去做一些 解決了沒有那麼多人要你救 便可以 沒錯 即是說到真正的慈善 例如像國內 不好意思 例如像套唇 那些 那些 飛行醫院 眼科 那些 為何那麼多人盲 你不去解決 好像套唇那些 Doctor你都有些意見 經常說套唇微笑行動 要捐多些錢 為何那麼多套唇 做足了之後 這些審問仔的那些 所謂那些 缺陷性的問題 會大量解釋 他不做這些 他不在那裏 將資源放下去 做手術去補回 其實我們很多慈善活動 有幾類的 有一類 是我們叫做補獲式 很多人去補獲 這個佔大部分 可能是佔大部分 我看到的 為何我們的問題 不續地持續 因為我們很多 這些所謂的慈善活動 其實是在補獲 但獲的根源 為何出現 是從來沒有人去關注的 其實真真正正有效的慈善 應該是怎樣呢 是怎樣呢 應該令到慈善 越少越好 慈善這個現象 你看到兩個現象 為何會有這麼多慈善出現 第一 社會有很多有錢人 很明顯 所以他才有錢做慈善 但還有一個很低 同想一定要發生的現象 是社會有很多窮人 在這兩個條件之下 社會有很多有錢人 但社會有很多窮人 於是慈善活動 就會有很多 還有很多問題 就會有很多 很多問題 我們真正的慈善 應該是怎樣 令到慈善活動 是完全不需要 人們不需要窮到要靠你救濟 其實救濟一個人 令到很多人覺得他沒有面子 令到他失了尊嚴 令到他覺得會放棄 這就是最大的慈善 所謂社會 社會服務 最大的造出問題 令到人沒有自己救了自己的能力 沒有自己失了尊嚴 他便會放棄 這會令到我們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令到我們的慈善活動 可以說越造越大 這方面 我可以引迫北美政府 對待紅印第安人的政策 你可以看到 我看到北美和印第安人 經常都拿了救濟金 大部分是在reserve那裏 住在那裏 整輩都是政府養 但是另一方面 政府都拿了他們的地 本來他們是可以打魚的 又不讓他們打魚 可以打獵的 又不讓他們打獵 整個保護區 整個保護區是很小的 打不到獵 打不到魚 好了 但是紅印第安人的文化 他就是不適合在白人社會生存 一來 他們白人初初去的時候 如果是白人 那時的紅印第安人 便會殺光那些白人 但紅印第安人不是 這裡有這麼多東西 大家吃 大家分 他是這麼好客的人 好了 他是很easy going的人 你叫他 很天生 買下衣服 我用什麼 到時自然有東西吃 所以他是不能夠 他的文化 是有一個特點 我們不能夠把他的文化保存 給他一個地方 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不是逼他變成白人 是可以成功的 社會是有錢到的程度 是可以成功的 為何我們不做呢 是要逼他變成白人 我們一看到 為何這個現象 這所謂社會的縱緩網 越來越大 其實我們根本是 不去想想問題的根源 應該怎樣解決 為何我們要做這麼多慈善呢 因為太多人 沒有辦法自己 自己自給自足 真正有效的慈善 應該是改變這個現象 令到慈善的活動 越來越不需要 這就是真正的慈善 我給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我們有香港的李嘉誠醫學院 其實從來沒有人去想想 建一間自然療化醫學院 薩瑞夫有這麼多錢 在這方面 我亦都了解 志瑞夫自己都很喜歡做氣功 不如他就建一間自然療化醫學院 沒有名字嘛 Dr 講白一點 不會的 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建一間自然療化醫學院 我們是可以有能力 將它成為全世界最厲害的 最好的 亞洲也都需要 不用去到這麼遠去讀 例如好像隻醫 為何不可以在香港建一間 隻醫學院 所有隻醫都在外國來 隻骨神經科醫學院 就是普通的西醫院 感上天花就有很多 全世界成幾百間 你賺很多錢 都不會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 但如果你用一筆錢 成立一個自然的發醫學院 我經常都看到 很多時候 如果能夠將我們的善款 即是用在一些 會令到改善這個現象 那方面 這個善款 我可以說是最有效的善款 如果我們只是把錢 扔在一些 所謂補獲式的慈善活動 只會將這個問題 愈來愈深化 其實你結果是好心做壞事 令到這個問題 愈來愈深化 即是扔在無底心潭 都解決不了問題 沒錯 你會看到 其實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團體 幾度做了一些是關鍵性的 是改革制度的 包括我們現在的 我們香港的健康大行動 其實我們都經常希望 講出一個問題 你要在關鍵性的政策上去改 如果這個政策改了之後 我們根本很多人 是可以不需要靠社會的支援 我們的健康問題 可以很容易順理成章解決 我們的社會所謂貧富漁船 社會不公義的問題 其實都是可以自己解決到 如果我們在關鍵的政策裏做足功夫 或者大家可能都認識 有一位蘇聯的哲學家 叫Ann Rennes 在我們七年代讀大學 很多人都看她的哲學家的資料 其中出了一本書 叫做自私的Virtue of Selfishness 即是自私的道德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做一些事情 不需要為別人做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把自私的概念 廣泛地去看 其實你是可以做很多很自私的事情 如果你是了解自私的真體 其實你所做的事情 是會令大家得好 很簡單 如果我們要在一個生活 一個社區裡面 你家裡是做得很漂亮的 裝修得很好 樓也有很多這些豪宅 但你一出街 就有很多黑衣 很多那些傑匪在等著你 你想一下 如果這個社會環境之下 其實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菲律賓就是這樣 即是說 我們自私的概念 這個層面 想高一點 你要自私為自己好 你都要令到人家都要好 因為人家都好 會令到你會更加好 如果你人家不好 你根本就不會好 即是說 你可以為自私而做 為自己好 為自己審問仔好 是做一些真正的慈善活動 不是做一些補獲式的慈善活動 OK 好了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OK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